今天介绍一部水怪袭击人类最终被人类嗝屁的电影水怪 话说平静的水面上一对父子正在捕鱼 突然水里出现了一个怪物袭击了他们 而这个怪物就是村民口中的水怪 这水怪神出鬼梦 钻吃人类头颅 一顿兴风作浪后 男主狗蛋的父亲惨遭毒手 只剩下了年幼的狗蛋侥幸逃过礼节 至此水怪成为了狗蛋心中的噩梦 十年后狗蛋从当初的小屁孩变成了帅小伙 无法摆脱噩梦的他成为了村民眼中的窝囊废 还好这么多年里女主青花一直陪伴着他 狗蛋和青花从小两情相悦 青梅竹马 青花的父亲是一名徒夫 他觉得狗蛋从小窝囊 所以一直不同意狗蛋和青花交往 这天一个村民失去了头颅 狗屁在了江边 青梅妹一眼就认出了水怪所为 原来十年前狗蛋的父亲被狗屁后 村民就用了漂亮的姑娘进行了献祭 以至于这十年里水怪销声匿迹 而如今水怪重现 狗屁了村民 村里的长老三叔公决定 再次让大家准备献祭 狗屁的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换来太平 狗屁听完后坚决反对 他认为献祭就是践踏他人的生命 水怪就是一个吃人的怪物 必须铲除 否则只会让更多的人失去生命 趁边慢听完后摇摆不定 也拿不出个主意 到了下午 狗屁的儿子再将冰用弹弓打鸭子 突然鸭子就拖进了水里 他很好奇 于是下水一探究竟 只看到一条奇怪的尾巴 就被水怪给狗屁 管上屠夫在水里发现了儿子的尸体 他心如刀脚 势必要给儿子报仇 于是屠夫独自来到水中央 不停的用炮轰炸 想炸狗屁掉水怪 但三叔公就认为这样会激怒水怪 给全村带来灭顶之灾 于是他命令村民 将屠夫绑在了祠堂里 面壁思过 可没想到半夜里水怪突然出现 直接将屠夫给狗屁掉了 第二天星花看到后无比绝望 村民知道后都非常害怕 三叔公认为 献祭的事不能再等了 再这样下去 水怪会咯屁更多的人 这一是屠夫惹怒的水怪 翠花又是屠夫的女儿 于是决定将翠花献祭给水怪 狗蛋听完后坚决反对 但却无人理会 眼看自己心爱的翠花就要被献祭 狗蛋决定不能再这样窝囊下去了 这时候和水怪做一个两断了 于是他拿出了父亲留下的武器 并加强练习了父亲传授给他的捕鱼技术 接着成功召集了自己的小伙伴 组建成了队伍 献祭这天 打扮漂亮的翠花独自坐在小船上 被亲民推向了水中央 这时狗蛋即时出现 救下了翠花 阻止了献祭 很快狗蛋带领小伙伴们设下陷阱 狗蛋水怪的出现 一名伙伴等不及了 便跳到水里一探究竟 没想到直接被水怪滚屁 接着水怪上了船 和众人展开了大战 让人暴跌眼镜的是 水怪不仅在水里力大无穷 在船上更是行动敏捷的功夫高手 狗蛋的队伍损失惨重 也没能将水怪抓住 到了晚上 狗蛋和小伙伴们在房子里守株待兔 因为狗蛋知道 水怪肯定会找他报仇 果不其然 水怪出现了 但这一次狗蛋早在房子里设下各种圈道 尽管水怪有着十八般无益 还是被狗蛋成功的关进了铁笼子里 前面看到水怪被抓后都非常的高兴 但三猪公却认为这是在冒犯水怪 并称谁想要狗屁掉水怪 就先从他的尸体上踏过去 众人很无奈 狗屁水怪的事只能先缓一缓 于是开了个庆功宴 可宴会上众人喝的烂醉如泥 就在这时因为发生了 水怪从笼子里逃了出来 直接将一直护着他的三叔给狗屁 接着看着喝醉的众人开始美美的饱餐一顿 到了第二天 盼着满地的尸体 活着的人心如刀脚 这时狗蛋再次站了出来 孙明自发组建了新的队伍 在狗蛋的带领下 开始了捕杀水怪的计划 狗蛋先是独自跳到了水里 将水怪引了出来 没想到水怪也是无所畏惧 直接来到了船上 和村民展开了一场厮杀 然而刚吃饱的水怪 战斗力明显提升 村民们显然不是水怪的对手 一个接着一个被水怪残人嗝屁 眼看全军就要覆没的时候 狗蛋彻底爆发了内心的愤怒 战斗力瞬间提升 一顿疯狂输出后 成功嗝屁掉了水怪 电影的最后 一船的人只剩下了狗蛋和翠花 那么如果真有这么厉害的水怪 你觉得是红烧好 还是青蒸比较好呢 好啦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